河南 河北 山西 津津晋 这些地域啊 都有那道菜 红薯粉条啊 这个是一斤 红薯片粉是八两 不喜欢的时候可能少下的 我下的这是一斤 姜跟葱呢 一二五十克 咱们这个闷子做出来以后 可以涮火锅 可以爆炒 也可以煎 好多种吃法 切这葱末 姜末 好嘞 咱们咱开始炒肉馅啊 炒一下入味 大家炒的时候油不要太大 待会一面蒸的时候 就不 固油 对 我觉得闷子各地方做的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地方对闷子的理解都特别深啊 出入油 因为咱刚才炒的时候油放的少 利用油的香味 开始下姜 姜是一两 边上这个程度咱下十三香 下完十三香再下葱花 差不多五块 炒出香味来 下葱花 好嘞 加老抽 现在炒好肉馅 先关火 这是咱们泡好的粉条啊 汤啊 不宜过多 就没这粉条就行了 盐是三勺 开大火 收汁开门 熬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是勤翻着点 把水洗干净了 别糊了锅 大家熬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关火了啊 加两勺味精 倒出来晾凉 下边咱们开始和这个红红淀粉啊 咱们大概下来这是450克吧水 淀粉和到这个程度就行 粉条晾到60度 下淀粉 太热的话你下淀粉就成块了 最后一步 享油 好嘞 这个碗底得要刷上油 你省着待会出锅的时候 它粘连 对 好 用手蘸上油 要给它拍匀 你认为有空气 上锅蒸 开锅上汽 30分钟啊 开一瓷 时间到了啊 准备开始吃了啊 上汽 盖子要这么吃 不成形是吧 焖的呀 热的时候啊 你感觉到有点这软 没问题 假设说要是硬的话 那你一到凉了就没法吃了 咱们这个软硬度刚好合适 这就是咱们刚才蒸的焖的 现在已经晾凉了 得一转 要扣碗了啊 看到了吧 扣碗 改了招 你们上举一般怎么改刀啊 我们都是改的防片 这个菜饼就叫解馋肉焖子 要不就开胃肉焖子 吃这一口 焖子的做法 很多 今天我觉得老李队的做法 绝对代表了人家当地的地狱香 吃到嘴里边糯香 肉的颗粒感 包括他到嘴里边 这科书团的这个筋道具 掌握到非常完美 早中晚三餐呢 让我真的是胃口大开 明天开始吃肉 吃肉